那么也有人对这个艳离遇面境 做这样的解释 那我们就参考 那确实是这样 就是你 它重点就是那个贪爱而已 就是前面第十经讲的 就是重点就是你那个爱惜 对五蕴 五蕴不只是我们的身心 就是我们的身心 那个受想死瘾 都是我们在面对近的一些感受 一些反应 其实都是这样 那这包含到心跟近 处心对近 那么 那么这个近 这个心又包含到 对过去跟对未来 对过去的顾念跟对未来的星球 那么现在就是处心对近 其实是这样 那这些道理稍微我们回去 回去 静下来想一下 我们通常的身心 都是怎么样的一种运作形态 要稍微想一下 因为你如果要解决问题 你一定要知道 所有的问题都在你的身心里面 你自己的身心就是一个小宇宙 它是怎么样运行的 色受想形式就好像五大行星 就这样 它是怎么运行的 那么彼此之间有引力 你的心影响你的身 你的受又影响你的想 你的受想影响你的行 那么你的受想行又影响你的身 基本上是互相牵引的 你好好想这件事 就是回去稍微要想一下 我们的身心的运作状态 就是一个人的时候 静下来的时候 或是发生事情 你在生忧恼的时候 你感到有苦受的时候 比较有热受的时候 比较会没有办法想 因为你不可能制止这个热受 你比较不会有 有苦受 有忧苦受 有烦恼 就是有忧愁的时候 你就静下来想 因为你一定会想要解决它 那你快乐的时候 幸福的时候 你不会想要解决它 你只想延续它 所以通常都是 在你有苦受的时候 它就是解决问题的时候 发现问题的时候 在你快乐的时候 通常你不容易 不容易 而且你也不愿意 那所以 我们 因为我们不可能 都不会感到痛苦 烦恼忧恼 烦恼过去 那么烦恼未来 就是这个烦恼 因为过去而烦恼 因为未来而烦恼 因为现在而烦恼 那么你因为哪一件事 哪一个人 你烦恼的时候 你坐在你的床上 或坐在你的椅子上 或坐在你的佛堂上 不管 一个人的时候 一个人的时候 不要有人 有人你会 你会干扰 那个时候 就是你要专心思维的时候 那么你思维 这个心 为什么会烦恼 这些事 那这个烦恼 从哪里来 那你为什么会感到苦 这个苦 是从哪里生起的 它那个点在哪里 你试着去找一下 这种东西 或是厘清 它整个脉络 因为我们很少做这件事 我们通常做的功课就是 进最大的虔诚 那么像观音菩萨 像地藏菩萨 像药师佛 像阿弥陀佛 那么进最大的什么 恭敬 那么投注 那么期待 我们要祈祷 我们很少去关注 我们的身心 而且很少去认为 一切的苦 我要自己解决 我们通常运用 最大的财力 体力 拜佛 或是诵经 那么最大的虔诚 恭敬 期待 透过我的虔诚跟恭敬 藉由观音菩萨 地藏菩萨的威德力 解决掉我的烦恼跟痛苦 我们通常都是这样 但这样其实不是佛头教的 佛头教的一直都是 这个苦是你自己做的 就由你的身心起的 你必须观察你的身心 知道这个苦的根本在哪里 你 我告诉你 你这个苦通常是怎么来的 你必须是怎么去解决 是由你去解决 你不要期待我帮你解决 我解决不了你的烦恼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怎么解决你自己的痛苦 我没有办法解决你的痛苦 我只能告诉你 你怎么解决自己的痛苦 就好像一个父母 在怎么疼爱小孩 在怎么希望小孩有成就 他也只能告诉这个小孩 你要怎么样才会有成就 他不能利用他的能力 让他变得有智慧 让他变得很善良 没有 他怎么告诉他 他怎么样才能够变成 智慧又善良 充满慈悲 那么受人尊敬 他只能这样 那佛陀也是像这样的父母 他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智慧 每一个人都具足慈悲 每一个人都没有一点点苦 但是他没有办法 透过他的实力事无所谓 那么让每一个人都没有痛苦 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们却用一辈子的努力 那么去讨好 去贿赂乃至于 我们说的 我说的是比较不好听的 就是说 我们用一辈子的努力 那么虔诚专注 只是希望 佛菩萨帮我们解决痛苦 我们给他点最好的香 给他擦最好的花 给他布置最好的佛堂 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 我借由这样的虔诚 恭敬专注 那么送他每天跟我们讲的经 那么不过就是 讲难听一点 就是为了讨好他吗 希望他关注到我吗 然后怎么样 解决我的苦吗 其实不是这样 这个佛陀有讲过 在阿含经里面讲过 他说 但是他说 他说这些婆罗门 每天起乘前岛 就是祈祷前城 然后这些婆罗门的 这些居士 每天供奉那么多婆罗门 那么这个前城 用牛奶用什么用香 这个祈祷 祈祷这个犯天神 是他福报 灭他罪恶 他说 这个就像做买卖 你看 我带来你最好吃的苹果 点最好吃的香 给你擦最好恨的花 你要试给我一些福报 这佛陀在阿含经 他讲婆罗门 但是回过头来 其实 我们的心态跟婆罗门一样 其实是这样 我不是叫大家回去不要点香 你一样要有前程恭敬 但是你不要认为你这种前程恭敬 佛陀就要灭你的罪 你的前程恭敬 完全出于感恩 因为佛 我的生命 才看到光明 你 点最好的香 其实佛也没闻到 都是你自己闻 老实讲 你擦最好的花 其实佛有擦 都是你自己在欣赏 看了赏性悦目 这样花漂亮 佛有跟你讲 你要这样擦比较漂亮吗 没有 你是你自己看的配料 你就这样擦吗 你觉得这个香 闻得很好 你就买这个香来点吗 不是这样吗 最终还是你自己的受用吗 好 但是你终究是为了佛的吗 我们这样恭敬 敬最大的财力 那么我们礼拜佛 敬最大的体力 用最多的时间 我们不是为了讨好佛 完全是出自于我们的感恩 对于佛带给我们的光明 带给我们希望 我们非常地感恩 我们无语回报 我们只能用这样来聊表心意 只是这样 而不是祈求 你看我给你吃最好的 用最好的 你也要表现一下意识 给我一些福报 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这样 你才因为你这样 最虔诚专注 是因为 你了解佛法 你并不会因为这样 那个共佛没有用 那个不用拜佛 不是 因为这样 你会更愿意共佛跟拜佛 因为你心中充满着感恩 义佛念佛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佛法的意思是 义法念法 现前当来必定见法 就是说 你像舍利佛这样 见了释迦佛之后 释迦佛说一法 他修一法 修一法 他断一法 断一法 他知一法 他佛怎么说 你就怎么做 怎么做 你就怎么得 怎么得 你就知道 佛为什么要这么说 这个才是真正的 真正的什么 真正的共佛 但是也不是说 那我这样就不用共佛了 不是 因为没有这样 我们没有办法表达 我们对佛头的感恩 那么他绝对不是事项上的 但是由这样表现出 就好像我对你的恭敬 那并不是因为我对你恭敬 并不是因为由于我对你的恭敬 你可以给我福报 不是 而是你值得我这样恭敬 我就这样恭敬 其实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要把心态转弯过来 我们很多心态 就像当时佛头在讲 这些婆罗门 做买卖 做买卖 那我们不是做买卖的 我们不是用小香好花 那么用我们 用我们所有的东西 去换取我没有的东西 我给你 我给佛 我拥有的 去换取我希望有的 佛给我 不是这样 所以你心态转念过来的时候 当你在供佛 当你在念佛 当你在拜佛的时候 跟你不知道你是希望做买卖的时候 那个功德是不一样的 那个心力是不一样的 你每拜一次佛 你是充满的尊敬的 对法的尊敬 对佛的尊敬 那个真正叫做归一三宝 那如果没有的话 那其实不是 你把佛犯掉 变成犯天 变成阿拉 变成上帝 其实还不是一样 跟什么 跟这些天主教徒 基督教徒 回教徒 道教徒 只是形象不一样 内容完全一样 心态是一样 方法是一样 他们也礼拜 他们也有念诸 他们也有供养 都有 那差别在哪里 差别就是你拜的是佛 他拜的是上帝 他拜的是马祖 差别就在这里而已 佛法跟外道只有这种差别吗 当然不是 那你是佛教徒 那你跟道教徒 跟基督教徒 跟回教徒的差别在哪里 有差别吗 差别就是你拜佛 他拜上帝 只有这样吗 那不是佛教 所以你要把这个东西 要看清楚 佛法其实 我们都在学习 所谓深奥的佛法 可是对一些浅显意知的 我们平常的东西 我们都没有注意到 其实你已经背离佛法了 你平常都在背离佛法 就好像你平常都在起烦恼 起了烦恼你不知道 知道了你没办法解决 解决了没有解决好 你天天念心经 你的心你都不知道 你念心经 不知道你自己的心 我问你 你念的是什么心经 很简单的道理啊 你天天念佛 叫做无量光 无量寿 可是你的世界 却一片黑暗 那么你的光在哪里 所以我们不管做什么 所有的宗教仪式 那么所有的宗教的教条 无非就是让你能够得到真实力 那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道理弄清楚 佛法 佛法跟外道最大的差别 就是佛法是了解真相的 是见到真理的 见证真理的 因为他知道真相 见到真理 事实上是这样 不是那样 原因是因为这个 不是那个 这个才是真正的幸福 不是那个 其实他就是讲这些 那么跟其他的宗教 最大的差别 就是佛法是有信有智 其他的宗教 通常都是有信无智 他不会去管 痛苦是哪里来 是谁造成我痛苦 他只在乎 这个神能不能帮我解决问题 能不能帮我灭去痛苦 能不能带我到 没有痛苦的地方 他只在乎这个 可是佛陀有跟你讲 佛陀没办法解决你的问题 但是只能告诉你 怎么解决问题 佛陀没有办法 带你到一个 没有痛苦的地方 但是告诉你 怎么样你才能够到 没有痛苦的地方 只是这样 那这些就是方法 他告诉你 问题的真结在哪里 解决的方法在哪里 那么烦恼升起的过程是怎么样 解决烦恼的次第是怎么样 你要先知道啊 你不知道 那要怎么解决问题 因为问题不在其他地方 就在你的身心运作里面 你要先了解啊 所以这里都在跟你讲 这个都是简单讲而已 越后面讲就越稍微详细跟复杂 尤其讲到六处的时候 那个就稍微复杂 因为境界的问题 境界就 它其实五义里面就有包含境界 受想行就是促进对心的境界 那感受就是他讲的简单 好 所以因为这样 圣地子如是观 不顾过去世 不幸未来世 于现在世 焉离异正向灭尽 好 那我们这个是第十一经 第十一经重点在讲 我们所执着的 不外乎就是现象的生命 那么这个生命 我们把它拆开来看 就叫做过去 现在未来 那么这个过去 现在未来 之所以造成问题 在于执着过去 执着现在 执着未来 佛法的术语 它就叫做 顾念过去 这个 心求未来 基本上是这样 那这个都是执着 这个都是执着 好 顾念过去 心求未来 那么 揽着现在 就执着现在 好 再看 第十 那么十二三 十二十三十四 跟前面一样 就是五常 就好像五常这样 就是意思就是 过去未来设五常 那么 给它换过来 把五常换作苦 过去现在 过去未来设苦 过去未来设空 过去未来设非我 就是它让你看到现象 让你看到这个现象 其实是五常像 让你看到五常像 其实是五我像 那讲详细一点 那讲详细一点就是 这个过去现在未来 就是五常 就是苦 就是空 就是无我 所有的佛法 最终的核心 就是要透到 无我来 如果你没有透到 无我来 就是没有契入到 无我 你没有办法真正解脱 因为 因为生死的真结 就是我爱跟我见 所以解脱的关键 就是无我 但无我没有办法说 说无我就无我 没有 无我 你要进入到无我 前面有几个门槛 就是你一定要先知道 它是五常 一简单的讲 现在是讲到苦空 无我 无常苦空无我 那么依佛法来讲 就是你要进到无我 了解真相 你必须先进到无常 就好像你要进到 这个讲堂来 你要先进到大门 那个户国士的大门 你要先进来 进到大门 你才进到讲堂来 你没有进那个大门 你进不到这个讲堂 但是进到大门 还没有一定进到讲堂 进到大门 不一定进到讲堂 所以你虽然知道的无常 还不一定知道无我 但是你必须要先知道无常 你才能知道无我 透过对无常的了知 那么深细的抉择 知道无我 那么因为知道无我 虽然知道无我 还没有真正解脱 无我还有更深细的无我 所以一般来讲 叫做分别我见 跟巨生我见 正出国的 正出国的 它就断了我见 但是它还有深细的我慢 巨生我见还没断 但是它一定会断 它可以说已经决定得解脱 但还没有就解脱 所以它还要继续 类似像这样 就好像它已经进这个门了 走上来就可以坐到讲堂了 就解脱了就好像成佛一样 类似像这样 但是你所有的佛法 不管你讲五蕴 讲六处 讲元旗 讲十八见 一定都是以正德无我 契路无我 那么我到底是什么 简单讲 我只有两个问题 就是我见跟我爱 就这两个问题 那前面就是以我爱 这里主要是以我爱 因为我爱解决了 我见一定解决 我爱跟我见是连在一起的 那现在来看第十五经 七十六月 那么有一天 佛在奇远今色 这个时候 世尊跟比丘讲 好 你看他这里就直接讲 色无常 无常忌苦 那么这个就 这个就更直接了 那前面是讲什么 色 过去色 现在色 未来色 过去色无常 未来色无常 现在色无常 那这里直接讲 色就是无常 那你会发现 所有的不管是身心 他都有这样 不断流逝 有生灭的过程 那你要去看到 那个生灭的现象 从生灭的现象里面 看到什么 无常 从无常里面看到无我 这个就是佛法讲的是什么 诸行无常是生灭法 生灭灭以怎么样 极灭现前 就得解脱 其实他就讲这个 简单讲是这样 那详细讲就是这些 我们这样 好我们这样 直接看 色无常 无常 极苦 无常为什么就苦了 因为 他一定会变化 那么变化比就这个生命 这个身心 无常 那么无常就表示什么 他会有生 我们刚才讲 无常就是有生灭 有生灭就是有生老 从这个身心来讲 他有生老病死 你所到了死 你所拥有的都没有 不管你多什么经验 多什么幸福 多什么痛苦 都一切都没有 那么这个就会造成你痛苦 所以 它是基于所谓的 行苦 因为苦有三个层次 无常是苦 这是就世间的人 有执着来讲 如果 如果就阿罗安跟圣者不执取来讲 无常 是无常 他不会苦 释迦牟尼佛 不会因为无常而苦 舍利佛 目见人也不会因为无常而苦 可是无常是事实 可是他不会因为无常而苦 但我们就会啊 所以你有执取 无常即苦 那么你如果不执取 常与无常都不苦 就是没有苦 他就是离苦啦 但是这个是对世间的人来讲 我们刚才讲 苦基本上 苦基本上 从苦的形象来讲 有所谓的生老病死 八苦嘛 生老病死 愿正会爱别离求不得 主要有这七种 那这七种都是因为 五蕴不断在变化 生灭变化 生出一面 叫做五蕴赤胜 像火一样在燃烧 我们面对这个境界 起这个新手 依这个新手 有这个印象 依这种感受 有这种印象 依这种印象 去这种行动 那有这种了别 就不断不断 没有停过 没有停过 不断不断 就像我们坐下来 不任何动作的时候 也在想过去 这个异对法尘 一样 不断不断 这个就像火在燃烧 这个是五蕴赤胜 所以叫做五蕴赤胜苦 那么就包含这一些 那么这个其实 这中间含着 那么一种就是 有所谓的三种苦 苦苦 坏苦 那么三界六道 不离开苦 只是苦 我们说 只是苦的时间 跟苦的方式 苦的程度 不一样而已 地狱是最苦的 无间地狱 刹那千生千死 千死千生 苦跟苦之间 没有的休息 那么 一直在往上 到鬼道 到畜生道 鬼道就 如果是恶鬼 就成长的饥饿苦 也没有停过的 但是他那个饥饿苦 不像地狱的那个苦 那么猛烈 苦的程度 轻一点 但是苦 也是没有休息 那么畜生的恐惧 饥荒 时常就 第一个 他要早吃的 那么很可能 就被人家吃了 被人家欺负 反正很多 那么畜生 也有畜生的苦 愚痴的苦 那么很种种的 三界六道 没有不苦的 比较算不苦的 飞翔飞翔 无色界的众生 没有苦 但是 说没有苦 还是有苦 等到他要离开 那个境界的时候 他就苦了 他在那个 他在那个 无色界的境界里面的时候 是不苦的 但是 定力消失的时候 他一样要剁下来 那个时候就开始受苦了 所以他算是 第一个 苦的程度最轻 那么苦的时间 就是隔得最长 但是还是要受苦 所以这个行苦 因为无常 有生必有死 他有生住 异灭 有生灭相 我们说过 无常就是生灭 诸行无常 是生灭法 一切有为法 都是无常的 为什么 怎么知道他是无常的 他有生有灭 是生灭法 那么有生的必有灭 即使你在飞翔飞翔 飞翔飞翔飞翔 八万大节 八万大节很长了 经典是这么说 八万大节 八万大节非常惨 生到天上享乐 无欲乐 到立天 做上帝 我们的上帝 不是梵天那个上帝 我们的就是玉皇大帝 好 你做玉皇大帝 过舒服了吗 过幸福了吗 过快乐了吗 那么也许三千年 三千年再下来之后 还是受苦 好像秦始皇 做了几十年 做三十年 秦朝秦始皇大概三十几年 秦始皇做皇帝 要什么有什么 过舒服了吗 三十年 三十年之后 要死了 老了 派 派徐府去求仙药 让想长生不老 没办法 他也要苦啊 那么 那么你把这个 非想非非想 把秦始皇延长就好了 那 基本上 还是要掉下来 所以 这个 主要 如果是玉戒的众生 玉戒的众生 这个配三戒 他就是这样 三戒六道 主要 玉戒的众生 色戒的众生 无色戒的众生 无色戒的众生 有无常的苦 行苦 他没有苦苦坏苦 没有 色戒的众生 有坏苦 有行苦 玉戒的众生 就是我们 有苦苦 有坏 有行苦 那么 所以说 三戒六道都苦 你在三戒里面 他就是有为有肉的 那么 他一定会因为生命 他一定有苦苦 坏苦 行苦 所以 才会讲 无常 故苦 要不然 我们也有不苦的时候 也是无常 有病 病医好了 也是无常 没有病 变成生病 那个我们叫做苦 我们叫无常 有钱 有钱 变成没有钱 我们会讲 无常 那你很穷 变成很富有 那也是无常 对不对 那你怎么不说 所以无常 无常不是不好的 不是负面的 但是我们把无常定义在 很有钱 变成很无钱 变成没有钱 那么 本来很健康 变成什么 变成生病 那我们就会说 啊 无常 不是 不断在变化 你 你 你很穷 变成很富有 你生病 现在变成很健康 那也是无常啊 所以无常不一定不好 从佛法来讲 就是因为无常 我们才可以解脱 如果不是无常 我们就不能解脱 所以这个就是 中观里面讲 就是无自信 我们才可以怎么样 成佛 所以无常不是不好的 我们把习惯 把无常当成不好的 其实无常只是一种现象 一种生命现象 但是多数的众生 因为会因为无常而受苦 所以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不因为无常而受苦 那个就是当你解脱的时候 那么无常归他无常 我不会因此而受苦 但是我们总是会因为无常而受苦 有苦苦坏苦辛苦 三界六道都是这样 所以这里说 射 射 射 想 这个身体 无常 因为他有生老病死 生的时候当然也苦 但是这种苦我们忘记了 多数的人生出来都是苦的 只有少数的人出生的时候不苦 也有少数的人 比较有福报的人 比较有福报的人 他出生的时候不会苦 他也不会让生他的人受苦 但是有一些人 多数的人都是他自己生出来的时候苦 那么生他的人也很痛苦 基本上是这样 但是有少数的比较福报大的 那他不会让他受苦 那么但是并不是说受苦就不一定不好 它是一种现象 像释迦摩尼佛出生没多久 他妈妈就往生了 难道是释迦摩尼佛不好吗 不是 也不是 他是知道的 他是故意挑 故意挑摩尼夫人 这个有得的 他是死了 他死了之后是生到天上享福的 你看到他死觉得 哎呀 这个释迦摩尼佛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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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克摩 不是 不是这样 那就是我们没有看到真相 那因为这样 他生到天 他生到道立天上享福 好 那我们现在讲到色 是讲到这个身体 因为他都是佛法 佛法最直接的就是叫你观察你自己的身心 你一定要做观察 因为我们没有习惯做观察我们自己的身心状态 我们只 我们只在乎 这个佛的光明 有没有加倍到我们 佛的慈悲有没有加倍到我们 所以我们不断的意念 祈祷 供养 就是因为 希望能够得到佛的加倍 现在要改变 我们现在必须要改变这种想法 跟改变我们修行的方法 我们必须要常常观照我们的身心 我们是处在什么状态下 我们通常都对这些境界怎么反应 我们通常都执取哪些境界 执取的程度 执取的时间 执取的方法 我们都是 身心到底都是怎么运作的 你先了解这个 这个不了解 你没有办法知道无我 你没办法知道无我 所以你一定要先了解 就好像 你要修理这台机器 你要知道这个机器的结构是什么 它平常都是怎么运作的 一样的道理 你要管理这个国家 你要先了解 这个国家的人民都是什么心态 它平常都是怎么运作的 你才能够好好管理 一样的道理 所以第一个观察你的身 色 色就是身了 眼耳鼻舌身 对色身相外住 基本上就是这个身 无常 因为哪里看得出来 你从小到大 你现在几岁 你之前 从你有记忆开始想就好了 你本来是怎么样 现在是怎么样 那你再从这样想 你未来会怎么样 然后呢 然后下一辈子 你下一辈子 你就不知道怎么样 但是你可以想一下 你一定会越来越老的嘛 那么身体就是 器官会慢慢衰败 一定是这样子的 那无常 那那个时候会不会苦 那个时候会苦 当你开始变老的时候 或是还没老就病的时候 因为你没有老也会病啊 所以就是老病嘛 那最后会死 老病死 那么这一些 就是身体上 的无常疾苦 那平常 吃坏肚子啦 头痛啦 怎么样啦 那么这些也会造成我们的苦 那大部分的人遇到苦 那么用药 用方法去解决这个苦 但是他不晓得 苦 苦不但是身体的感受 它其实是心的感受 它其实是苦受 所以苦是放在哪里 放在心法里面的 受想行 受有苦受热受 不苦不热受 它其实不是身体的原因 苦跟热 都不是物质上的丰富不丰富 身体上的 身体上的舒服不舒服 它其实是借由身体 跟借由物质 境界上引起心理的一种反应 所以你一直在境界上 一直在身体上去处理它 没有办法真正处理这个苦受 它只能延缓或是减轻 它没有办法真正理苦 所以基本上 后面会告诉你 观受是苦 或是你怎么样解决这个苦 所以有能力的人 跟你一样生一样的病 但是跟你一样受一样的身体的疼痛 但是它痛而不苦 就会这样 它会痛 但是它不苦 它有病 它不会因病而苦 它会老 它不会因老而苦 它会死 它不会因死而苦 气是这样 那一般我们当然做不到 因为我们想都没想到 我们不晓得 我们以为 就是因为我痛 痛一定会苦啊 谁告诉你痛一定会苦 谁告诉你老一定苦 释迦摩尼佛也老啊 释迦摩尼佛没苦 阿难都先苦啊 阿难 佛陀要入涅槃之前 去祭司那之前 经过辟舍林 那么在一个地方休息 那么一旦 佛陀每次休息 阿难就在旁边帮他按摩 阿难好像少佛陀 不知道少几岁 比较年轻 他每次帮他按摩 按摩按摩 我看到佛陀的皮肤都老化了 就说哎呀 释迦摩尼 就说世尊啊 想不到金刚不坏之身 他也不是金刚不坏啦 这个无肉的这个身 他基本上也会变成这样 就皮肤变这么粗糙 皮肤渐渐的老了 因为我们没有看过 释迦摩尼佛老的像老像 但是实际上跟我们一样 都开始变开始变 原来释迦佛可以走很远 现在走一走也要停下来哦 也要停下来 阿难停下来 说一下我要休息 一样啊 但是对他 对我们来讲 是苦 其实他不苦 他不过就是 这个是身体 他就是这样运作的 这个是夜暴增 他就是这样 所以他不以之为苦 不依为苦 不过对世间人来讲 就觉得这个是苦啦 那这种苦受 其实心里的感受 那阿难看一看就觉得 哎呀 这个佛好辛苦 佛怎么会辛苦 啊佛 哎呀 这么阿难就无尽的感伤就是了 佛头就跟阿难讲 哎呀怎么佛头 佛头也会这样 佛头当然会这样啊 这个是有肉身啊 阿难 佛头就跟阿难讲 阿难你要知道 我跟你一样都是父母生的呢 啊 我不是天上化身的 不是莲花化身呢 他都是父母生的 这个叫做夜暴生嘛 但是他认清楚 本来就这样 本来就这样 但是阿难为什么会苦 他以为不应该是这样 所以就产生落差嘛 我们讲这个就是直取啊 所以以之就为苦 释迦牟尼佛 不会因为这样感到苦 有没有痛 有 会不会苦 不会 所以修行功夫好的人 会有所谓的身受心不受 有这样的一个 有这样的一个功夫 他死的时候 要死的时候不恐惧 病来的时候不害怕 痛来的时候不止取 也不产生苦 那么当然一下子我们做不到这个 但是你要知道 为什么会苦 一样直取那种境界 那个是习惯性的直取 那种习惯性 有时候我们察觉不出来 那就好像 其实 就好像你有在呼吸 但是你没有注意 你没有 你没有注意 你有心跳 你有呼吸 这个你没有注意到 但是他就是持续这样运作 你那个执着不是遇到境界才有 不是遇到境界才有 平常就有直取信 那么遇到境界它不过是显现出来而已 你不是遇到境界你才会执着 境界不现前的时候你是一种不执着的状态 不是哦 不是哦 是你平常就执着住了 遇到境界那种像显现出来而已 就像里面都是火 忽然之间嘴打开火喷出来而已 只是这样而已 他并不是不执着 不是的 好 我们往底下看 这里讲到设无常 就是这个身体是无常的 那么无常 从众生来讲 它就产生苦 那么苦既非我 苦为什么就无我呢 为什么苦无我呢 不是因为苦才知道有我 我在受苦吗 苦为什么是无我 佛法常常这样讲 无常故苦 苦故无我 那么有时候就直接讲 无常故无我 像前面就是这样 前面第十经 他就直接讲 这个无常 过去未来设无常 那么无常无我 前面也有说 因为无常所以无我 好 为什么无常故苦 无常不苦我们知道了 因为他就是这样 从众生的面来讲 那苦故无我 为什么说苦就无我呢 好 那么我们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 先要从我是什么 我是什么 当然我的定义很多 其实我的定义还蛮多的 那各个宗教跟哲学 婆罗门 沙门 乃至于六派哲学 对我的定义都不太一样 那但是 一般来讲 我 我就是 基本上 我们讲 他就是一种存在 实在 实有 实有的存在 他就是一种实有的存在 这种实有的存在 他有几个特性 那么我们如果从这个 如果从 我们如果说是从 婆罗门的我来讲 他是只犯我 犯我就是 所有的我同时都是同一个实在 那如果从这个 我们如果从 其他的 比如说从数论的 自我 神我来讲 他就不是 你有你的我 我有我的我 我的我跟你 你的我跟我的我不是同一个 婆罗门的我是同一个的 他是同一个犯我 那数论的神我 他不是的 你的我跟我的我不一样 那么有些是 我在社中社在我 就是我是包含在这个 这个身体 这是我所运用的 那么有些是认为 这个我就在这个身体里面 所以有所谓的相在的问题 我在社中社在我中的问题 好 那么 我们先不管那么多 我们只是简单的来讲 这个我是一种实在 实有的存在 我们叫做一种实在 这个实在里面 他有三个特点 就是我们归纳的 就是他是很长的 很长的 很长就是他是一直这种状态的 就好像灵魂不灭 这种概念 灵魂不灭 那么他死了 他其实并没有真的死 他生了 他并没有真的生 就是我们有一个清静的灵魂 那么这个灵魂 进到这个身体来 他并不是产生变化 他一直没有变化 他不过就是从这个身体 进到这个身体 他没有变化 他从这个身体 进到这个身体来 这个灵魂本身没有变化 变化的是什么 变化的是这个身体 这个就有点像什么呢 如果这个是一颗珍珠 这个珍珠 我把这个珍珠 放在这个盒子里面 这个盒子坏掉了 我丢掉了 我把这个坏掉的盒子换来 又把这个珍珠 放到这个铁盒里面 就这样换而已 那珍珠本身没有变 但是那个盒子在变 其实是这样 我住这个房子 我没有变 那如果就是我没有变 但是这个房子坏掉了 我换另外一个房子 那么灵魂本身是不灭的 而且是不变的 而且是清静的 那么他 在你看到他有生有死 有生有死 其实他是不生不死的 他是一个实在 他不能被消除 也不能被创造 有很多概念 但是这个是最主要的概念 就是很长 就是在死有这一部分 他是很长 第二个 他就是独一 就是你有你的 你有你的灵魂 我有我的灵魂 我的灵魂跟你的灵魂 他不一样的 他也不共通 他有独存性 如果我的灵魂 就是你的灵魂 我应该可以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应该可以知道我在想什么 当我受苦的时候 你也应该跟着受苦 因为我们是一样的 但不一样啊 所以我的苦 跟你的苦 他是分开的 我的热跟你的热是分开的 我想什么跟你想什么是分开的 我们有共通性 也许有共通性 但绝对是 我们是各自独立的 他是独一性的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他是自主 一般叫做主宰 就是这种 这种我有一种特性 我要喝水 我就去喝水 我不喝水 我要喝汽水 我就喝汽水 我今天要吃牛排 我明天要吃猪排 是我自己决定的 我可以决定我要做什么 我决定我要说什么 我决定我要吃什么 我自己想什么 那就是我高兴怎么 我就怎么 就是他有一种主宰性 这个叫做我 那你决定不了我的事 你可以影响我 但是我也要愿意 我愿意这样做 我才会这样做 那么他有一种主宰 自己决定自己 所以一般来讲 我 他就是一种实在 实有的存在 他不会被消失 那如果是唯物论的我 他这种实在 他不是很常的 他只是现在的存在 死了后就没有了 他那个我 我纯粹只是因缘的和合 但是死了后就完全没有 但是他也叫做我 所以他叫做无我 但是他的无我是断灭的 那么 一般来讲 所有的宗教都有一个恒常的我 独一的我 跟自主的我 那 这个是在印度当时 佛陀当时 对我的主要的概念 那佛法 佛法基本上 无常故无我 他不常嘛 你看到他实际上 他不断在生灭嘛 那他不离开这个身心嘛 好 那你说 这个身心是会生灭的 但是里面那个灵魂是不生灭的 好 那你会看到 其实 如果他真的是 有一个不生灭 有一个能主宰自主的我 那么他不应该受苦 因为没有一个人会让 没有一个灵魂 没有一个真正可以主宰的人 会让自己受苦 但是他实际上受苦 他要老的时候他不得不老 他要轮回的时候不得不轮回 他会受苦 就表示他没有自主性 福陀是从这个地方来讲 无常故苦 独一 他不是独一的 他是因人而合的 无孕而合的 所以缘起 有因有缘的 他不是独一的 身心他是无孕而合的 那么受是苦 热喜 想是少想 多想 无量想 那么这种种 才形成这个我 所以他不是独一的 他是缘起的 有因有缘的 那么 所以缘起故无我 无常故无我 苦故无我 因为他不自主 从这个地方来说 无我 好 所以他这里讲 社无常 无常故苦 苦 就 非我 我们说过 有时候亦非我 有时候说无我 那不管亦非我跟无我 他 都有文字上的局限 无我 我们简单翻 就是没有我 那没有我很可能落入断面 因为外道 唯物论也讲没有我 那但是 佛法并不是断面的无我论 他是缘起的无我论 他也不是长处的有我论 他也不是断面的无我论 他非有非无 非产非断 但是 因为多数的宗教都讲无我 所以他讲无我 但是是缘起的无我 不是唯物论也讲无我 甚至有一些 包括 包括这个 有一些宗教他也讲无我 他说 这个我不是真实的我 所以 没有 不是你讲这个真实的我 他认为有一个真我 有时候讲真我 也讲无我 但是要看他对我的定义是什么 好 那这里我们说过 无我跟非我 有时候用无我 有时候用非我 无我就是没有我 非我就是不是我 那 不是我很容易 很容易归到真常我这一边 无我很容易归到断面我这一边 但是佛法有时候 通常比较常用的是无我 因为真我 真我比较多 宗教都是强调有一个不变的真我 那这里是翻的非我 那非我 非我所 如果没有我 那当然就没有我所 因为我所是属于我的嘛 没有我来的我所 那么 我们有时候从我爱直接断 有时候从我所爱先断 因为我就是有一个我爱的问题嘛 我见跟我爱 这个是根本嘛 那么我爱又分我爱我所爱 或是叫做自体爱跟境界爱 我所拥有的属于我的 就好像释迦摩尼佛讲 那个树叶掉下来 你为什么不担心 因为树又不是我的 而且它本来就会掉 如果你牙齿掉了你但不担心 那担心那是我的牙齿啊 对不对 如果别人的牙齿掉下来 你会不会担心 你也不会担心 那也不是我的牙齿 你都浅掉了 你但不担心 你会担心啊 别人的浅掉了 你会不会担心 你只会可惜而已 你也不会担心啊 你不会放在心上啊 那个就是我我所的问题 那所以 非我亦非我所 如是观者明真实正观 那么你真正能够这样去看待它 那么就是什么 就是真实 你可以看到事实 真正的事实 你这样正确的去观察 其实世间都是这样 非我非我所的 你看你所拥有的这一切 五十年喔 大概啦 现在这些我们大家都超过四十岁以上了吧 那好 那么大概五十年 五十年可能断了 有人要活到一百二十岁 八十年后 讲多一点好了 一百年后 一百年后 现在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不在了 就是 可能还在 但是就是不是现在这种形态了 男的可能变女的 那台湾人可能变中国人 变美国人不一定 不在这个地方了 不是这种形态了 那么一百年后 这个讲堂不知道在不在不知道了 也许在也许不在 但是在也不是这种方式啊 好 那么一切都改变了 那么你已经不是用你现在这种身份在存在 但也不是不存在了 就是说你现在的这样的身份 这样的一个像 已经不存在了 一定不存在 一百年后不存在 那去哪里 去哪里不知道 到时候你就知道 现在不知道 现在 现在哪里知道 但是依你的业 你大概 依你的业你要去哪里 其实你大概大概知道 好 那如果你解脱了 那你就 你就没有所谓在不在的问题 但是你只要在三界六道里面 那么多数学佛的人 很多数学佛的人啊 如果没有太大的问题 他通常只去两个地方 一个都是人 一个就是天 你虽然没有证出国 多数的佛教徒 如果你持戒行山 那么通常还是人天 还是人天 只是怕说你未来 你佛法不深刻 那么你未来再来的时候 遇不见佛法 会随着你的福报造业 只是怕这样而已 但是如果你佛法深刻 就不怕 那还是这样 你会以可能用天人的形态存在 你可能用人的形态存在 你以可能是男的 可能是女的 你的父母不再是 现在是这个父母 你的父母可能成为你的子女 或成为你的兄弟姐妹 你现在是这个父母 或是总有你的邻居 这个都开始改变了 那么这一些不断在变 所以你认为是我所的东西 一百年后都不是属于你的 一百年后 都不是属于你的 那这个就是因为无常故苦 苦故无我 无我救 什么无我所 其实是这样 那这样去观 叫做真实正观 受感受 想印象 行你的意志 那你的反应 是你的了别 也都是这样 因为我们的身心状态就是这样 设法的部分就是身体 心法的部分就是受想行事 就这样 那么这五种就形成我们认知的我 那这个我你一一的跟他分析 一一的跟他分析 他都是无常的 但是你不要因为这样落入 那都是无常的 都是无我的 就死后就没有 那不对哦 他就变成断面 佛弟子也有很多这样想的 释迦佛就跟他讲 那照世尊这样讲 那死后就没有了 因为无我无我所吗 没有我都是无常的吗 无我的吗 那死后就没有了 佛祖就跟他讲 你这样讲是邪见 并不是死了之后什么都没有 你会依着你的业在轮回 那有些佛弟就认为 好那这样 涅槃了后就什么都没有 没有涅槃有业还会再沦违吗 还会再有吗 会相续吗 那涅槃了后就什么都没有 不是这样也是邪见 所以这两点要稍微繁范 我们在探讨无我的时候 很容易落入断面 要不然就会变成真常违心 很容易落入解脱后 有一个很常独一自存的实体 也会这样 那这个要 一直把这个阿含经读完了 那么我们读过很多之后 看过很多佛的说法之后 慢慢会知道 为什么有些弟子 听了这个法会直取 断面的无我论 有些弟子会直取 真常的违心论 就会这样 那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就要避免落入这两边 一定要避免落入这两边 这个才是真实正观 好 我们把这个经讲完了 那么受享行事也是无常 无常故苦 苦记无我 非我非我所 如是观者 是明真实正观 色受享行事 都是这样 那么 你如果能够这样观 厌于色 其实就是你不直取这个身心 一样 跟前面的一样 厌于色 厌受享行事 厌故不乐 不乐故得解脱 跟前面的一样 你不直取 你就不会因为 对这个的贪爱 不真实 这个叫做见法 见真实 见实相 好 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 大家合掌 回向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吉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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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共臣佛道 接共臣佛道